有人說趙浩康比較像黨主席 趙浩康說 這個如果蔣萬安參選戰鬥欄一定全力支持 他還說我是一個受害者 他說我那時候要選這個 要選舉的時候 就是因為棄保不夠乾淨 所以那時候我跟黃大中文 這個陳水扁選的時候 才會讓陳水扁餘翁得利 所以這次絕對不可以 所以他呼籲這個民眾黨 他說你要放棄小我 不然的話會被各個擊破 為什麼民眾黨放棄小我 你是瞧不起人家小黨是不是 可是問題是你看這個 蔣萬安會不會也太落差了 才剛剛消息傳出來 嚇到不死居然在喊藍白河了 我覺得跟你講說 現在喊那個藍白河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國民黨真的是選出 從那個公投中二跟那個 那個霸場開始 真的是失敗主義蔓延 那有為戰先祥的道理 你現在是怎麼樣 是說人數投行數一半就對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乾脆把那個什麼 議員全部都給他們嘛 對不對 你國民黨乾脆也來抬轎 你民眾黨黃山山 我來跟你拖叫 對不對 你搞這個什麼東西 我跟妳講 國民黨正在黨內整個 失敗主義對不對 根本就摧毀了所有的戰鬥意志 你知道嗎 國民黨怕得要死 嚇破膽了 我知道 不知道在怕什麼 很奇怪 你看那個所有的民調 那個講我們贏 贏多少你看 至少都十幾%起跳 那你明明民調這麼高 你現在出來唱衰他 我跟你說 你這樣又唱下去 又唱三個給他 我跟你說 你無死也當兇 對不對 算半條命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宰光安如果要輸的話 輸給他們自己檔的 輸給豬隊友 對啊 你一堆檔出來 我就跟你講說 選舉跟討賭一樣 你今天出來打群架的話 哪有人說 站在前面要打群架的時候 你說我後面沒人 我先跟你說 我沒人 我要討賭 我只有我兩個人 要打了其他人全跑了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現在罵你也要 對方罵死了 對不對 我的支援部隊 馬上就來了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看你今天喊出藍白河 柯文哲怎麼回你 他說誠懇的建議藍綠河 對啊 藍綠 他不是藍白 你說藍綠河一河 他說民眾黨還會 逐一擊破 黃珊珊是講說 不要乘口舌之能 可是你會發現說 柯文哲為什麼 那麼豪大跟這樣說 對不對 他就料定你說 你國民黨沒有這個膽識 沒有這個膽量出來 跟人家拚嘛 對不對 對 反正柯文哲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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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對不對 他講出來這種話 只不過小菜一碟 那問題你也看得出來 柯文哲對你國民黨的 輕蔑程度 到了什麼地步嘛 對 對 那我就跟你講說 國民黨現在真的是 你今天聲量這麼高 你就應該想進各種策略 所有的選舉策略的話 就是告訴你說 我如果遭遇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民進黨現在還沒有 正式推出人選嘛 目前看起來應該就是 就是那個誰 陳時中啦 那你陳時中出來之後 你要怎麼樣去對付陳時中 你有沒有應變的策略 你不能說 每天跟著馬英九去發春聯 去發什麼東西 那個年輕人不會 你那樣的 你要開始擬定議題 議題要怎麼打嘛 對 而且你看 如果是陳時中 黃珊珊 這第一組 最明顯這一組 陳時中現在的網路聲量 是碾壓所有人啊 為什麼 因為他防疫期間的高人 高人氣有沒有 他如果轉換個人聲量 是他最大的優勢 那問題是他的隱憂在哪裡 就是高中你說接下來的台灣 疫情的變化怎麼辦嘛 像今天的本土23例 境外45例對不對 你看高峰境外進來的 高峰沒有過 可是本土的那個疫情 又開始蠢蠢欲動 包括現在高雄也有了 不是只有北部而已 那你現在下去的話 那你覺得你講萬安 接下來你要怎麼應對 而且陳時中說實在 你應該轉化成一種力量 陳時中出來參選的話 柯文哲一定不會放過他的嘛 對不對 像上一夫講的嘛 很明顯的道理 你柯想要選總統的人啊 他一定把你的防疫政策 平民打你 否則他之前這麼大半年來的時間 跟你指揮中心不同調 他是不同調聳的 對不對 因為他背骨 不是啦 他就是要選總統嘛 他就是要打上陳時中嘛 他如果把陳時中的 防疫整個政策打掉的話 那是不是整個崩盤 而且那時候柯文哲就跳出來 我最厲害的對不對 那個時候他所要支持的 所要看中的人 什麼都可以進來 那現在就有一個說法說 很多人講說現在為了要讓陳時中 來選安全下莊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疫情的變化 是不是陳時中最大的一個隱憂嘛 為了要讓他安全下莊 所以現在的防疫政策開始改變 就觀念改變政策改變變成說 要跟病毒共存對不對 就是為了要你跟病毒共存的話 那表示說有疫情的話 那不是最大的問題啊 大家已經準備要跟病毒共存 可是說實在話 這個真的是可以做回你的政策嗎 陳時中昨天在記者會裡面 他也自己講說 做任何政策是一定要一步一步來 而且都要可以在控制的情況下 範圍之下進行 因為有很多醫生就跳出來講了嘛 你今天如果疫情破洞的話 第一個就是醫療癱瘓 第二個就是 如果死亡數增加呢 對不對 如果死一半那裡 那你不會缺的 你執政者不會缺的 而且接下來說你如果施控 你最後還要封城 而且大家要知道 你這個病毒共存 你如果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在Omicronum的統計 得病的人有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他有腦霧現象耶 就是你會偷看他去忘記 對不對 腦袋不清楚 注意力不集中 記憶喪失等等 這些人而且持續的時間 是七個月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看起來好像是輕症比較多 可是說實在 如果有這些後遺症怎樣 所以說以病毒共存這種東西 絕對不能是拿來當作選舉的 一個主要的考量 好那我就講說 講回來說這個藍白河對不對 我覺得國民黨我們看 這個電視牆上面 你看朱立倫有一種說法 趙少剛有一種說法對不對 那新黨 新黨其實不用擺在上面 新黨現在台北市能起多少作用 對不對 新黨那些人我都懷疑 是不是深藍的 他們都有雙重身份 對不對 這兵化國民黨 跟著韓國瑜跑 跟著山多蘭跑 跟著誰跑 張亞中跑 回頭拿出來 我也有新黨的黨政 所以這些人 我覺得 這種是有種西瓜效應 你今天講萬安 如果民調起來之後 這些人自動歸隊 這個不用考慮太多 那你說陳惠文講的這個東西 反正他就是 挺韓國瑜致死不渝 對不對 他就盡量挺韓國瑜好了 那我就講說 其實國民黨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沒有 你太在意這個太耐在意那個 你這個黨中央根本就是 所以這個時候才讓趙少康有上下起手的空間 我才講說他是太上黨邊 太上皇 我怕你什麼東西 你才怕 現在不只趙少康喊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喊 為什麼 你看他跑去 那個什麼 朱立倫跑去基隆 有沒有 他不是去找 找了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議長 那個蔡旺蓮 還有那個立委 那個吳國勝有沒有 還有跟謝國良 他們去會談 我就是去喬這些人 你地方上如果國民黨沒有其他候選人 有意出來的話 那我幹嘛聽那麼多人意見 你看那個黃希賢 黃希賢竟然還質疑說 你跟江啟成跟張亞中整合好了 我怕黨主席我在基隆選出 難道張亞中跟江啟成在基隆以後 推人出來嗎 沒有推人的話 他們都國民黨會有什麼好笑 難道接下來還要跟韓國瑜 跟趙少康也要詢問一下 所以這個話講出來 就是對黨主席多瞧不起啊 當然是瞧不起朱立倫 當面給你洗臉 那你別人那些你瞧得好嗎 因為朱立倫被瞧不起 也不是第一天 他上來三個月 我說實在他就三個月被瞧不起 我就跟你講 如果你現在做了任何事情 都是被人家指責 都是被人家罵 罵民根在你身上的話 我說實在 你怎麼去繼續那個 好那我就跟你講 那你說黃希賢社服務處 那個民眾黨的邱成員 還跑去送鳳梨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民眾黨現在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藍營分裂 越分裂越後 我現在是小藍對不對 搞不好2022選完之後 我就突然間搖身一片被大藍 所以國民黨 你這些人沒有辦法搞定 而且黨中央不是一個 強有力的黨中央的話 而且你又位戰卻戰 我說實在接下來 真的如果民眾黨 取代國民黨 這個我也不會感到訝異 其實你看這個 台北市長的民調坦白講 講完有那麼強嗎 如果是陳時中 現在跟他的話 也不過差10%左右 而且這個陳惠委員講說 他也不夠強 人家韓國瑜才會強 韓國瑜才會得票過半 而且韓國瑜這個 前一陣子不是還傳出來 他還去拜訪了 那個台北市人家的地方里長 所以你怎麼看 這一些說法 但是當然最主要的 回到這個黨主席的身上 現在這個國民黨說 昨天中長會 大家在講中央集權 要這個讓黨中央來處理 整個提名的問題 以朱立倫的現況來看 朱立倫來處理 這個提名的問題 他就有辦法協調嗎 還會到時候會更亂啊 我先講陳輝文 我們認識好多年了 陳輝文這一段話 講的是對的 目前 目前韓國瑜是 國民黨最強的 這句話是實話 這個雖然 張毅夫對韓國瑜 一直有意見 我不是有意見 因為他從鼻子 發出聲音來 韓國瑜 韓國瑜 在台北或者高雄 或者任何地方 韓粉那個奸爭的一群 這是朱立倫沒有的 講完也沒有 大家都沒有 誰辦個簽書 會可以跑出那一堆人來 你嫌他 你連他都不如啊 就在國民黨裡面 在國民黨裡面 我要強調這個前提 在國民黨裡面 你要去嫌韓國瑜的人 人家問你那一句話 你連他現在有的 你都沒有 真的你憑什麼嫌人家 人家賺比你多呢 昨天就講的叫做 妙小妖風大 我可以接受妖風大 妙小不小我不知道 你以下一句話 那一句話比較有意思 所以陳偉文他講 蔣萬恩不強 因為蔣萬恩在一連串的事件裡面 有點不沾鍋的味道 所以陳偉文 大概會有這種感受 那他認為至少 韓國瑜咬風咬起來 就像剛才學偉講的 那個妖風可以捲得上來 目前看起來 蔣萬恩是點點的算 正正的算 太平盛世順風球 也許可以 但是如果是逆風的時候 蔣萬恩順風是看得出他優秀 逆風的時候 那個肩膀跟抗風的能力 可能韓國瑜略升一籌 這個是陳偉文的論調基礎 我相信國民黨裡面很多人 經過這一連串的挫折 亂世期待枭雄 那蔣萬恩當然就不是枭雄 那回到剛才講說 中常會應該中央集權來做提名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 是一個很有趣的黨 我們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 才在討論什麼 戰犯應該是朱立倫 然後就說 不要不要講我是戰犯 我擴大決策圈 大家都進來 上個禮拜還在檢討朱立倫 你一人決策 然後不敢承擔 然後輸了都不用負責 然後他就說 那我擴大決策圈 這個禮拜就開始有人幫他放話說 這個縣市長提名應該給中央集權 這個黨真的很有意思 這個黨這個雌雄同體 然後這個黑白同卵 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麼 那事實上 現在國民黨面對的問題 絕對不是民進黨 他搞錯了 我們民進黨跟國民黨的政黨競爭 時間還沒有到 他現在面對的是藍白的問題 藍白的問題 要選首長的跟下面要選議員的 焦慮感不一樣 你去問國民黨的議員 每個都舉雙手反對兼罵人 因為那是多席次的選舉 你如果柯文哲再跟朱立倫 多辦幾次論壇 上次不是辦過一次嗎 你有沒有看到 起來跳的全部都議員 你在多辦幾次之後 藍營的選票基礎 又認為朱立倫強硬度不夠 肩膀不夠 被吸過去的話 首長 講萬一有沒有死不曉得 你這議員大概要掉一兩席 送給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的基層 他在小基這一塊 就議員這一塊 會有焦慮 那藍白目前的狀況有幾個 第一個 我們從政黨的支持度來看 民進黨大概領先 這個國民黨十%以上 然後民眾黨有時候 會接近國民黨一點點 有時候會離他四五% 那所以如果三分天下來競選 我們先不考慮人選的優劣了 我們通常在看縣市首長選舉 就是大環境 政黨支持度 在個人條件 我們現在政黨支持度這一塊 藍白之間都互相想要吃掉對方 吃掉對方 再來進行所謂的 大藍跟大綠的對決 這個是首長局 那如果不能整合 變成三強角逐的話 那對藍營來講 他們會有個憂慮感 認為他們的支持度 已經低於綠營了 所以才會形塑出他們必須在首長合作 可是這個合作 剛才義夫講了一半對一半錯 在談首長合作的時候 基兔不會同龍 也就是首長跟首長 不會拿議員來換 會拿新竹跟台北換 拿新竹跟台北換 就同性質的才能合作 你現在說 我們這個黃三三不選 你讓你國民黨講萬安 那你的各區議員讓兩席 你看他議員會不會放過你 不可能 兩種不同性質 不會這樣合作的啦 一定是說 要不要讓台北成為一個席次 藍白合作 所以陸營不好選 新竹市藍白合作 也成為一個席次 也就是藍營在新竹不提名 白營就是民眾黨 在台北市不提名 這個才有談判的空間 看起來也是往這方向走 所以我一直認為 民進黨在北台灣的選舉 沒有那麼樂觀的本錢 因為一旦這個合作 做局成局了之後 也許國民黨的議員 會迷迷茂茂 但是首長的選舉 民進黨會遇到很大的挑戰 然後再來 目前 柯文哲雖然有時候 還會拉虛 只要說我還要白綠合 那是拉虛啦 黑白說說的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藍營跟民眾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目標市場 是同一黨選票 所以兩邊的比賽 看誰罵民進黨罵得比較兇 所以柯文哲陣營 跟朱立倫率領的國民黨 是在搶同一群選票 那選票有重疊 那接下來就看 誰的喊牌能力強 是柯文哲喊牌能力強 還是朱立倫喊牌能力強 才會跑出來說 要中央集權 不過我們的母雞 黨主席這麼弱 被柯文哲吃掉 柯文哲有時候 好像對國民黨好 有時候回過後 給你噁一下 所以比較會耍弄的 比較靈活的是柯文哲 再來 誰下了決策 那個黨的下面的小機會 聽話 柯文哲啊 他對民眾黨至少還有 還有命令能力 也許會有一兩個跳船 不聽他的話 但基本上民眾黨 你看他中央委員 都可以跑到台北市任務去上班了 所以就民眾黨 基本上會聽柯文哲的話 國民黨的人會不會聽朱立倫的話 這個我沒辦法講 這個要讓中小平去講 我是一定聽到話的 就同州計畫的聽他的話 剩下都不同州 聽話的比較多啦 聽話的比較少啦 對啦 就是朱立倫的令 能不能讓國民黨上下一以貫之 我坦白講一定輸給柯文哲 所以你喊牌的魅力輸柯文哲 上下面令同心的能力也輸柯文哲 目標市場又同一群人 在這個談判過程當中 誰吃掉誰 而且兩邊 我在強調兩邊的政黨支持度 最接近的時候幾乎平手 距離遠也差不多五趴左右而已 那民眾黨現在已經喊出一個 叫做在野第一品牌 那很明顯 喊在野第一品牌 就是要吃掉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 有幾個點可以來觀察 這個我給朱立倫國民黨 良心的建議 張毅夫這種笑容非常的不禮貌 有一句話叫做 千萬不要做敵人叫你做的事 我的良心建議不是叫他做什麼事 有一個指標啊 台中市民眾黨原來不提名市長 現在說要提名 對 在台中市黑派的不滿 會是白色 會呈現在民眾黨的白色力量上 也就是 他從原來不提名人 現在丟了一個人出來 選前柯媽媽 跟顏寬恆 等一下巧遇了 等一下巧遇還逼這個 郭富城的手勢 逼逼逼 有稍欠喔 可是朱立倫 你注意看 我那時候應該也在右旗節目講 嚴家也許不會跟盧秀燕翻臉 因為太多事情還需要市政府關照 可是嚴家對朱立倫 選前看不起他 選後萬歎一 所以朱立倫的國民黨在台中市 就是 你那個 對他的不滿 黑派的不滿 會不會 回照 回應在 回向在 民眾黨上面 這是一個指標 而這個指標 如果你還再去跟他談合作 光台中的議員 就不會放力 就是現在在國民黨裡面 罵朱立倫是險學 對 所以朱立倫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呃 他已經有點實不我語 我是說到今年11月26日之前 因為 照理說他去年八月擔任黨主席 呃 當時因為得票很少 我們都說 他是史上最弱勢黨主席 但是他其實他曾經有過機會 也就在罷免案贏了之後 陳柏惟被罷免之後 其實補選跟公投 朱立倫只要曾經沒有打得這麼爛 還有臨場所罷免案 就是說這 中二補選啦 公投四題啦 臨場所罷免案 這等於是三場 你朱立倫如果能贏其中一場 甚至或兩場 我覺得都很好 他就可以建立其他的領導威信 但很可惜沒有 所以可是現在到11月26號中間 沒有選舉了 沒有任何選舉了 對 你朱立倫已經沒有戰場去證明 你是一個戰士 你是一個可以打仗的戰士 對 那因為你之前都打輸嘛 所以對你的印象 就永遠停留在你是一個敗戰之將 你很難扭轉 對 所以他現在要中央集權 讓朱立倫去 這個集中由他來提名 然後朱立倫說 我會儘快協調 欸 他手上只剩下這個縣市長 這個提名權 會不會越搞越糟了 沒錯啦 金庸的小說 《以天屠龍記》有一句話 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感不從 對 就拿到那把屠龍寶刀的人 可以號令天下莫感不從 但是 那把屠龍寶刀如果是被一個武功很爛的拿到 那只會帶來殺生之禍 這個叫匹夫無罪懷必其罪 今天黨主席夠強 提名權當然是他的武器 可是當你是弱的時候 提名權會變成害死你的屠龍寶刀 因為大家都想搶啊 大家都想搶那把刀啊 真的危險欸 我搶到刀 我就號令天下 我就提名權 當然不會把朱立倫幹掉 但是呢 很簡單嘛 我要不要影響朱立倫 對 你以為戰鬥人趙好康最近在幹什麼 嗯 他就是要對朱立倫造成壓力 我要影響你嘛 到時候提名你就得聽我一點點啊 對 你覺得韓國瑜在幹什麼 韓國瑜不想有韓家軍嗎 對 那如果加上侯友宜的侯家軍呢 侯家軍會不會成行觀察一個指標 就除了新北市之外 侯友宜在其他縣市有沒有提名自己 有沒有支持自己人 如果只是新北市 那我覺得侯友宜的野心就沒那麼大 如果幫台北市議員站台 對那就不一樣 如果只是新北的話 我覺得侯友宜的野心就沒那麼大 他只想我我新北市長好好幹 那我有多一點我自己的議員 我將來市政推動比較方便 如果他跑到台北跑到桃園 跑到高雄跑到台南 那就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是一個觀察指標 所以朱立倫現階段 你說你雖然有提名權 但是到時候會有很多力量在撤走你 包含最近郝龍斌為什麼出來放話 還有不具名的國民黨民意代表 要講藍白河 其實你知道嗎 現在講藍白河的人 正好中了柯文哲的圈套 柯文哲是個聰明人 他知道現在國民黨氣虛 你現在講藍白河 你就是在示弱嗎 什麼時候國民黨在台北市 要看民眾黨的臉色才能 知道自己的候選人會不會當選 真的 這不是國民黨的台北市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氣虛 因為我們都知道 民眾黨的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基本上 我這樣講也不怕得罪民眾黨支持者 基本上在台北市沒有當選的可能 他唯一扮演的角色是 能不能拉下國民黨候選人 那如果國民黨的夠強 因為其實很簡單 民進黨在台北市只要提名的人選 不是太差 大概40%選票跑不掉 我們不管投票率大概40% 假設民眾黨的拿掉20% 國民黨就完蛋了 就拜拜了 所以如果他夠強 就可以把民眾黨壓到20%以下 可是現在竟然前後連續好幾天 有人講這種話 表示國民黨現在對自己 在台北市能不能夠把民眾黨候選人 邊緣化一點信心都沒有 所以才會喊合作 那郝龍斌這個真的是 他選舉怎麼會這麼外行 你剛剛定語講的對 不會在台北市什麼市議員跟什麼去換 那個我跟你講 每個市議員在參選的時候 我只管我自己會不會當選 所以有可能就是用其他的市來換 但是如果你是用新竹市的高宏安 來換台北市的蔣萬安 這個雙安 我覺得基本上高宏安在新竹市的機率也不大 真的也不大 那蔣萬安我就不曉得了 蔣萬安的問題是在於說 第一個他的獎價包袱他必須面對 特別是轉型正義的問題 他必須要面對 那看他自己怎麼面對 第二個就是 其實蔣萬安選舉其實蠻弱的 他當選過兩屆立委 其實兩屆都是運氣很好 2016那一屆是因為潘建制跟李燕榮 兩個人選票加起來其實大於蔣萬安 所以其實他運氣真的是很好 那在一對一的對決的情況之下 他有沒有這個把握我不知道 也許他有也許他沒有 但是我覺得對蔣萬安來講 他必須要在臺北市要展現出一個 跟以前國民黨候選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是蔣萬安自己的問題 那至於民眾黨 我覺得他們最大問題是 我知道他想在六都每一個選區 至少提名一名市議員候選人 臺北市剛剛小明講會提八個 因為上網有兩個區要提兩個 大家五、三、四、二、二 對提二有可能上一有可能二個 兩個都掉也不一定 但是對國民黨的確造成很大威脅 對民進黨其實不太會有威脅 沒錯他拉不到那個票 可是民眾黨現在最後問題是 他有沒有足夠的人才可以提名這麼多人 你不能說撿到籃子裡面都是菜 就我去找國民黨初選輸的 然後我去找民進黨初選輸的 這一招二零二零年立委選舉 他們就玩過啊 請問有哪一個當選 一個都沒有耶 一個都沒有耶 所以你不是說撿到籃子裡面都是菜 當然我知道四億元的當選相對比立法委員 稍微容易一點點 因為他不用過半嘛 拿個五趴就當選了 可是你要想想看喔 一個選區裡面 可能有二三十個候選人 每個人都想要那五趴 憑什麼那五趴要給你 你民眾黨今天你的價值理念是什麼 國民黨再不計 國民黨有個九二共識 不管你喜不喜歡 那個就是我的價值理念 請問民眾黨的是什麼 是蝙蝠嗎 兩愛一家親 是蝙蝠嗎 就是一會一會變這個一會變那個 所以柯文哲最後我講 柯文哲喔 我套用一句言寬和競選slogan 做事不要講差話 你說什麼藍綠和一樣 我一樣一個一個 有信心 一足一擊敗 足一擊敗 你們藍綠和好了 藍綠和我都一個一個打敗 你現在自己也不過才四趴而已 你是要擊敗誰啦 半月吹口哨 你也要把人家突破 半月吹口哨會尿床喔 你也才四趴而已 你是要擊敗誰啦 等你的民眾黨的支持度 有二十趴 然後你在六都 每一個選區都有 至少有一名議員當選的時候 你才有資格來講這個話 你現階段民眾黨最主要任務 這我特別要提醒小平 他就是要挖國民黨的牆角 把國民黨給挖垮了 民眾黨才有壯大的機會 那只要國民黨一天不垮 民眾黨永遠就是只能當小黨 柯文哲對藍營可是虎視眈眈 結果你看趙超康怎麼講 哎呀這個 他奉勸民眾黨應該要放棄小我 不然在野黨 我們不合作 我們會跟各個擊破啊 那你國民黨怎麼不放棄小我呢 這柯文哲聽到有多理 我幹嘛跟你合作 所以你怎麼看 這一些人在爭取藍白的過程裡面 他們的這個展現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來看 包括這個民調 這一些人的焦慮也許也有道理 因為這個其實連中評社都講 蔣萬安的這個大概40%左右 其實就是2018年 丁手中的得票而已啊 你也沒有成長啊 可是民進黨的部分 絕對不可能連三成都不到 所以這個是蔣萬安的這個危機 但是如果是最強的陳時中出來 他是不是也有他的危機 因為義夫有講嘛 其實陳時中跟柯文哲不合 大家都知道啦 所以如果說陳時中要來選的話 柯文哲不會放過他啦 他說什麼都不會讓黃珊珊去選 問題是黃珊珊會聽柯文哲的嗎 所以你怎麼看台北市很詭證的這一局 那你認為綠營最強的到底是誰 你剛剛已經先提到趙少康的那個說法 1994年的時候 當時就他嘛 他代表新黨參選嘛 然後還有國民黨就黃大洲 那民進黨就這個陳水扁嘛 那你剛剛都講說 趙少康覺得當年他吃了大虧 對 我覺得民眾一定會問嘛 那你當時怎麼不成選黃大洲 按照你現在的邏輯嘛 只有國民黨的參選人是可以勝利的話 為什麼當時你趙少康堅持參選到底 對 你不選就棄保乾淨啦 對啊 所以你當時一定趙少康覺得他自己是最強的嘛 所以我就講 就是說現在在提說要所有的這些什麼在野黨 去支持國民黨的參選人 其實我老講這就是一種政治迫害啦 政治迫害啦 國民黨敢去跟民進黨講說你不准選喔 你要讓我啊 不敢嘛 因為他心中只有覺得就是兩個政黨 一個叫國民黨一個叫做民進黨 沒有其他政黨存在的空間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就是說 當你用其他政黨的角度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政黨的話 你就會覺得 憑什麼是我讓你啊 為什麼我每一個的我自己做一個政黨 還要被你講說我們是泛然 我為什麼到底攔在什麼地方 因為很簡單國民黨邏輯是這樣 因為從早期台灣只有一個國民黨 後來跑出民進黨之後呢 國民黨就覺得你只要從我這裡出去 全部都是我我跟我有關的 所以你看當年親民黨被罵成什麼樣 那新黨你覺得他對他好過嗎 其實也沒有啊 國民黨從來也沒跟新黨合作過 你知道那議員選舉都是要各自努力啦 哪有什麼要讓的 沒有這件事嘛 所以你會看到這幾個的邏輯 其實都在一件事 只有國民黨的人可以選 沒有別人可以選 所以我可以理解瘋傳媒的那個講法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國民黨操作都是這樣 他先行訴一個就是說 欸我蔣萬安要選了 可是蔣萬安不一定贏啊 不一定贏的就是別人害的 都是別人害的 都是別人害的 都是誰害的 就是你們這些不是民進黨人害的 就是國民黨一貫的邏輯 都往這個地方走 所以你今天再回來看就是說 當國民黨今天在高喊團結的時候 他的團結是先叫別人團結 可是國民黨內真的團結嗎 你看陳維文的說法 他說欸我跟你講喔 蔣萬安不夠強啦 要找韓國瑜才能強 韓國瑜現在也沒說要選嘛 如果今天國民黨真的是 由蔣萬安代表參選 最合理的做法應該是 國民黨內的人先呼籲 我們先支持自己的黨的參選人嘛 結果不是 他不去呼籲韓粉支持蔣萬安 他居然說欸 我跟妳講蔣萬安 你沒出價算 只有韓國瑜才算 只有韓國瑜才算 只有韓國瑜有資格選啊 你也覺得很奇怪嗎 就你怎麼黨內自己不團結 我們以前講說 吃完來看完完 他今天不是 完來自己吃不 先去看別人的 自己都沒吃 這很怪嘛 你自己黨內的都沒有 要把票投給自己的參選人 然後你今天去叫別人說 欸不行 你要來投給我 投給我的人 不然就是破壞 黃你有叫民眾黨放棄小火 你賣算啊 這不是很北極的嗎 我講白點就這樣 這種人阿爸 所以我剛剛講 這是破壞嘛 你不覺得很有道理嗎 對 非常有道理 第三個好 今天朱立倫也泡出來跟人家講說 我告訴你 我期待要爭取非民進黨 他算還有點腦你知道嗎 他不敢講泛攔 因為這都沒有用了嘛 誰跟你攔 人家就 以前他罵宋楚瑜 就國民黨的人罵宋楚瑜這些 都覺得他們有邏輯 你以前是我國民黨的人 所以你出去我罵你合理 柯文哲從來也沒加入過國民黨 你要罵他什麼 而且柯文哲最新的民調 他這幾個月來 拜託 他這個國民黨支持者增加兩成 是啊 黃珊珊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他就說一支親民黨 他也不是你國民黨 你要罵人家什麼 你的人都快被我挖光了 所以他就回來了 當黃珊珊的民調 從去年的11%到今天19%的時候 那代表的是什麼你知道 民眾如果他今天有兩成左右 去支持黃珊珊 到市議員投票的時候 你認為這支持黃珊珊的兩成 有可能說我票票給你 票給你黃珊珊 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 黃珊他一定要做一個參選 他如果今天宣布要參選 他一定要走到底 為什麼 他必須要把市議員的票拉起來 如果今天黃珊就用外界 有些人的講法說沒有啦 他也沒要參選 他進行我跟你講 民眾黨市議員也不用選了 為什麼很簡單 2015年的時候 朱立倫曾經講過 他突然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突然喊一句說 我覺得國民黨跟親民黨要合作 我跟你講內幕 當時親民黨 宋楚瑜他們 朱立倫怎麼突然拋出來 講說國慶要合作 怎麼沒有人跟我們講過 沒有人跟我們講 結果宋楚瑜這邊就打電話給 那時候還找不到朱立倫你知道嗎 後來打給李四川 李四川說 就是有一個想法 好那重點是什麼 朱立倫你們拋出這個議題 你們是不是要談 我跟你講從頭到尾沒有人談過 一直到後來大家可以去Google 宋楚瑜到最後被接受訪問的時候 宋楚瑜說我還在痴痴的等 對 為什麼 因為你從頭到尾你們就放一個嘴 泡出來 所以想說我們要合作 然後你們也不去談 我講什麼叫現實面 你知道嗎 國民黨有一條黨紀處分是什麼 你不得為他黨的參選人站台 你今天要合作 好我們用國民黨這些人的想法 哇你們來支持蔣萬安 以後蔣萬安會支持你 你們的議員 你叫蔣萬安去幫人家站台看看 你馬上黨紀處分他 這個是現實嗎 政黨怎麼可能會容許這種事 從以前到現在的那種模式 到底都很清楚 國民黨也不是第一天選舉 你以前怎麼弄別人的 別人怎麼會不知道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你今天一堆人拋出來 這個訊息講說 哇有沒有這種換的方式 什麼你現在從頭去支持 我再講一個 剛剛這個柏亞講說 黃珊珊好歹也從政這麼多年了 你也覺得 你會覺得黃珊珊傻嗎 對 2016年的時候 在港湖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拿這個事情來做文章說 你看民進黨 禮浪黃珊珊 黃珊珊立委 酸北條 是不是你都聽過這個話 可是對 沒錯 黃珊珊在當時的時候 民進黨自己本身沒提名 但是你如果再去查一下 港湖區有多少政黨參選 包含台聯 包含時代力量 我如果沒記錯 社民黨那時候還弄個綠色盟 大家一起提名 這三個政黨屬於綠的 拿走三萬多票 黃珊珊跟李艷秀只差幾千票而已 對 就是你今天用這種合作 我本身自己不提 我旁邊的我也約束不了他 他們都出來提 我跟我無關 你終於說 2016他吃過虧了 所以你今天還在提說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給你畫一個餅 你這邊你讓我們 我後面就讓給你 當人家傻 你講講他就會這樣聽嗎 所以我覺得對於國民黨來講 今天國民黨所有的利基 只站在一件事情 你們這些人通通都要讓我 國民黨贏 你不覺得嗎 對啊 不然會被各國擊破 你民眾黨要放棄小我 所以在野黨不合作 如果在野黨要合作 先讓國民黨擊破你 你不能被民進黨擊破 但是你可以被我國民黨擊破 這個邏輯就很怪嘛 所以你看這一些的氛圍 你再回來看那個友台的民調 如果蔣萬安的四成 陳時中是將近三成 黃珊珊也是將近兩成的話 你知道這個表態率在這裡面 其實已經九成了 對其他已經九成 這邊的表態率其實都已經非常高 你加起來的話 合理嗎 我不敢這樣講 不會還在笑 就你光看這個你就會知道 就說 哇 大家這樣勇於表態 表態這樣 表態這樣 大家變成這樣 我老實講 這個我覺得參考 我不能講說他準或不準 因為在這個階段裡面 本來就會有一些這個分 而且再來有一些是傳言中的人 就傳言中本人也沒表態嘛 比如說你在陳建仁放棄 那大概就這一段時間有 可是蔣萬安有一個狀況 是他基本上是穩定在那個地方 對 在四成左右 我講更白的啦 國民黨都不覺得那個四成 是他的基本盤了啦 就國民黨其實會擔心說 蔣萬安的這個四成 你今天如果今天蔣萬安真的想選 要出來喊合作 其實最有資格的是蔣萬安 不是嗎 他沒有啊 反而是蔣萬安說打殺卡都我也要贏 結果你們這些大佬來踹他一腳 所以你不覺得很怪嗎 國民黨現在整體的狀況來講 其實我講說就是各自亂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他也不覺得國民黨 再講就是這些人 也不覺得國民黨自己會團結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用最傳統那個選戰的模式 他是不是要在這個階段拿氣保 我不敢這麼說 但我認為他就是用以前的那個想法 先把友軍 先把他認為的友軍先幹一頓 然後讓這些人都垮了之後 他就覺得到最後反正沒辦法 大家往我這走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對於國民黨來講 其實很傷 我最傷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從這幾個人的看法 你會發現到每一個人就是各懷鬼胎 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 可是他盡不盡得其檢驗 其實很難 所以如果國民黨在這一戰裡面 我反而支持 蔣萬安你就出來打 你不要跟人家講合作 為什麼 拜託你是個漢子 你要當台北市 就國民黨來講 你如果能夠選台北市市長 基本上以後都是個咖了 除了最近幾次選舉 所以你更要讓自己像個咖 是不是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肯定他的態度 選戰就是這樣 哪有這個階段 先叫別人說 你先贏了 你先贏了 你又沒贏了 我會輸完 真是沒出息 我覺得假裝有出息 他最少說殺咖度 我也要贏 我是說這幾個 從政這麼久了 但裡面還有一個是黨主席 這就很麻煩 就是說 台北就是從國民黨的整體的 這個2022這一戰來看 朱立倫 除了那一天去了台南 講了一些奇怪怪的話 說我們要推出最強的人選完了之後 他沒再出現過了 別的縣市也沒去 據說我去騎了腳踏車 跑到台中去 但是好像還沒遇到人 還什麼的 就是你會發現到 其他縣市通通都不重要了 那國民黨你今天 在這個選戰的這個盤算上面 我只能講 他還活在以前封建時代的那個思想 只有國民黨能選 只有國民黨能贏 其他的 你們都是害國民黨不能贏的這種罪人 我講真的啦 人家各個政黨發展 你國民黨也沒幫過人家什麼 你具體講兩句來聽聽看 這幾年你們幫助過別人什麼 你們的敗 是你們自己搞垮的 不是別人害的嘛 國民黨現在這個內外交迫的情況 你怎麼看 尤其是這個 現在傳出說 因為看到了這個 宜蘭的林姿廟 台中的盧秀苑 還有雲林張令山現在的狀況 聽說國民黨現在內部 這個人人自圍 很多人看到這案子嚇破膽了 都認為說呢 2022完蛋了 國民黨呢會被這個 民進黨個個擊破啊 每一個人都在那邊揣在蛋嗎 真的是這樣嗎 你怎麼看國民黨現在的氛圍 跟這個未來的情況 我覺得沒有耶 像盧秀燕他就認為說 在中央 或是我們全國性的討論 甚至政論節目 這個討論在地方 並沒有發酵 兩樣情嘛 那你在結合他 可能預先就知道了 最新的這個民調嘛 那整體民調他調11 但是他在中張頭這邊 反而上揚3嘛 所以我們在台北看地方 可能有時候會失去準頭嘛 那盧秀燕他看的是在地的建設服務 那所以他的得票率又是在六成以上 所以他底子是很厚的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2022跟總統大選是不一樣的 總統大選你只要香港問題 你像韓國瑜怎麼回答 國民黨怎麼回答 那民進黨打一個芒果桿 那整個票數一比出來 八百多萬票比五百多萬票 那是就分出高下了嘛 而且差距很多 那22個縣市在2022 他是要一個一個看的啊 譬如說林之廟他的確 遇到司法偵辦的危機啊 現在不知道 以現在這段是五保請回 五保請回 那未來不知道啊 有時候他們放長線釣大魚啊 撿他撿他 撿他撿他 撿他撿他他們都會用這一招嘛 那沒有升溫 目前so far 看到林之廟還是有媒體去探討 他為什麼 連公文都看不懂的這個歐巴桑 他要七十歲啊 他為什麼還可以擁有這麼 深厚的這個支持度 那你要挑戰他是很困難的 那再加上 他們現在也會學會啦 看政論節目 他也會快速反應啦 他會跟你講說 歷經市任縣長 我這個案子 我做的跟 當初留守城的 有什麼不一樣 跟陳經德 有什麼不一樣 你還出來指控我 他會跟你解釋機關用地跟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跟土地重畫不一樣 他就跟你解釋這樣 那你知道他的決策就是說 一下子 化住宅區 就 這個議會抗議了 他就改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 一化下去 然後那個 住宅 附近的住宅區的居民 就出來抗議 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改了四次啦 那這個案子還要送都審會通過的 不是說我林芝廟拍板定案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個每個案子都很細 那但是我們就說 一個縣市一個縣市來看的話 你台北市當然是最重要的嘛 對 有傳出黃珊珊有可能不選 桑卡都的這個台北市長 他甚至身邊的人已經有 跟其他人有透露說他會選立委 那你要知道嗎 說如果參加這個 這一局的這個市長選舉 他明明知道不會贏 但是他是關鍵的力量 大概 始終測都15%到18%左右嘛 對 那他可能會令 蔣萬安落選都搞不一定喔 對 所以那你就要看 你這個黨主席 你現在唯一只剩下的就是提名權嘛 對 你黨主席以前管預算 那現在國民黨沒有啦 沒有錢啊 對不對 另外你就是提名權嘛 你的提名權 你真的要精打細算喔 那你提名權還是會受到 戰鬥欄的挑戰喔 我要這班人嘛 可是戰鬥欄不同意 他認為這名單不好 他甚至可以指揮 你朱立倫自己去選 可是 最終還是有一個黨內的機制嘛 你要通過初選嘛 那你自己要規劃 就像馬英九他再怎麼無能 可是金普聰在旁邊 他們曾經推出刺客 再另一個人去挑戰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中二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 台南市很難打對不對 他派那個 蘇俊斌去登陸月球 兩個人都落選 但是高票落選 他就是他有一個提名策略嘛 那何況是現在他被分權 說實在的我這邊講到 中央的這個朱立倫 他現在面臨什麼狀況 我本來以為他是跛腳 怎麼樣跛腳呢 就是說一個韓一個兆 韓是無功有賞 不賺不賠 就是他沒有稱讚 他連稱讚都沒有 他就是像個宗教領袖 人家在關心公投過幾個 他在關心他書賣幾本 人有多少 他不參讚 他就可以發兩條臉書 但是他為什麼還是有討論度 還有韓粉 還按讚術 所以那只是一個 我同意剛剛這個 我們學位講的 廟小腰風大 對不對 我在你這邊罵方方 也有十萬 怎麼樣 十萬按讚 不只 不只 已經標破十萬了 那你說 趙康是什麼 他在 國民黨內 黨中之黨 他是 有權無責 弄破不用賠的 誰賠 對 就是朱立倫賠嘛 你說有這種政黨 好 我本來以為說朱立倫是 跛腳 而且跛腳不跛腳 不是看他的民調高低 你最好黨主席 像過去李登輝時代 我是總統 我來做黨主席 沒有人敢不聽話的 對 我全力給予一生 就像蔡英文總統 他做黨主席 沒有人敢不聽話的 他可以 加上國會多數 他可以把那個提名權 都抓在手裡 對 對不對 就是說旁邊弄個選對會 就他的幹部嗎 他們可以中央集權到這種地步 那 我覺得 朱立倫現在的狀況是 比當初 林濤在敗戰之後 連敗的時候 宣布那個 過去框架 到此為止 那一篇 所謂的演說好了 那種宣誓好了 我覺得他 此刻的朱立倫 比當初還要 狀況差 還要狀況差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 本來趙維倫跟他分庭抗議 跟他分權對不對 對 他現在是挑戰成功了 挑戰成功了 挑戰成功了 挑戰成功代表什麼 代表朱立倫以後就是這個模式了 誰幹實職的黨主席 不是朱立倫 是趙少康 真的 你朱立倫你昏頭啦 你先前說 這個只要食安 只要顧及到安全 我們願意通過 因為同意 他一定有道理 他要走中道路線 他想綁柄做到 能夠跨藍綠 能夠比較是中庸一點 中間路線 有中間選民 他看到這一塊 可是立刻百分之百 反對核實 你從百分之百 到現在也是百分之百 你整個人 整個 暈頭 轉向 對不對 你就是因為趙欧康 你怕什麼 怕 怕 而且我老趙說的算 我老趙可以讓一個黨主席 暈頭轉向 轉彎不說 我後面還追劇 你知道你錯的就 知錯就好 知錯能改就好了 知錯能改就好了 那代表現在黨主席誰在做 已經確定了嘛 就是趙欧康在指揮他嘛 真的 他就變成不是跛腳的黨主席 我給他變成什麼 我給他兩個字 他變成傀儡 傀儡 他就趙欧康的傀儡 好慘啊 是不是傀儡 連許曉欣 戰鬥男的 裡面任何一個成員 他們說有好像超過 百名的 南北的縣市議員 明代 百名 就中央的有16個 當然最初 可能也有擴增 裡面的百分之一 任何一個人 許曉欣是明星議員 他都可以跟著趙欧康 你這個黨主席 你還有戲嗎 沒戲了 你以後就是趙少康的長中戲 你就是他的傀儡 除非 你掌握提名權 你把2022這一戰打贏 他只剩下這個 所以你說民進黨 在打中二嚴加的時候 有沒有發笑 有 邱一勝就不敢上陣 他連上陣都不敢 就已經被驅退了嘛 他自己主動退 一個人為什麼要怕 我怕變成第二個嚴家 還警戒我家 我黃黃琴就不怕 假設是我 我沒什麼給你好查的 那他為什麼臨陣脫逃了 本來那個劍拔怒張 還想跟著這個 所謂的 我們剛剛旁邊坐的 這個余將軍 余將軍原先是挺他 後來我挑戰余將軍 我說如果 你都不挺嚴慌康 如果他爭議性跟他 這個不遑多讓的時候 你要不要挺他 他說那他就不挺了 那你自己真的戰異性大 他自己主動退了 還解決你一個 朱立倫你的難題 你就一個選區一個選區 你真的要精心部署 我真的講的 那有什麼好怕 侯友宜之前 第一次選的時候 他贏蘇貞昌快30萬票 當時候選舉過程當中 有文化大學的 也是當弊案草啊 每天打啊 對不對 也有東廠啊 出來打啊 把他過去當小組長的時候 哪邊去處理這個 治安問題 哪邊去處理異議人士 這個全部先抵什麼 鄭南龍事件 全部往他身上貼嘛 過去的照片都起底了 他最後還是大贏了29萬票 所以以前檢視過 我不是說完全就不會再檢視了 一定要拿出來 就像講話買個槽鞋 萬把塊 然後就扯到他兩獎去了 對不對 他是活在縣市嘛 對不對 還是會扯這些 那你說 當然縣市 不管是選縣市長 或總統大選 像韓國瑜才精采 韓國瑜只是輸在媒體氛圍 輸在人家起底爆料他嗎 一樁接著一樁嗎 不是我跟大家講 他敗在哪裡 228說成823 謝雪洪說成王雪洪 再加一劑美白小腿 他就輸了嘛 就是這個 這個呢 你真的要這樣複習 就是這幾句嘛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國民黨狀況的確不好 很好看